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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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张艺兴开拖拉机更地 张艺兴此前在微博赛过他拖拉机证书 而在节目里张艺兴真的开启了拖拉机 新手商务的张艺兴开启拖拉机还挺有模有样的 只不过理论跟实操多少还有些差距 张艺兴在公路上行驶时很顺利 但是把拖拉机开到田地里时 田地的运移导致车路有些下限 张艺兴开着拖拉机尝试了好几次都无法到达目标田地里 黄磊关键时刻提醒张艺兴 张艺兴这才顺利到达场地 这大概就是老司机和新手之间的差别 好笑的是张艺兴从车上下来时脚滑摔倒 小绵羊迷糊的属性再次被激发 一旁的黄磊掩饰不住脸上的表情在一旁偷笑 而张艺兴在节目也确实很努力 跟起地来两耳不闻窗外是一心只为耕田地 黄磊掩和张子峰在田边呼唤她很多次 张艺兴都没有听见 只能说认真的张艺兴太专注了 除此之外张艺兴还在节目里大秀厨艺 她做牛排获得一致好评 还一直专心给大家考试的 在节目里非常讨喜 黄磊掩魔性舞蹈斗乐全场 节目里张艺兴现场演唱了一段彩虹 之后黄磊掩张艺兴等人便被要求表演舞蹈 没有舞蹈功底的黄磊掩在跳舞的时候 不管是动作还是表情都非常好笑 把嘉宾们乐得不行 对此黄磊掩还上了热搜 不少网友称黄磊掩越来越薄化了 好不掉青年黄磊扮演者称号了 向往的生活中 黄磊掩和张子峰都是处于比较官小话少的类型 其实整体来说存在感并不强 黄磊掩在节目里跳舞一定程度上说 是能够为她获得一些关注 突出她在节目中的人设 让观众更加喜欢她 从这一点来看 跳舞是很有必要的 当然这一季向往的生活确实比往季要辛苦得多 但是节目组或许要藉由传递一种朴实真振的价值观 那就是昔日的蘑菇屋或许是一种精神家园乌托邦 美好但虚幻 想要过上那样田径美好的生活 需要用自己的双手去拼搏 经历很多的付出与劳作才能够有所生活 所以这一季节目播出三期 破坏的蘑菇屋渐渐有了变化有了生气 这些都是成员们不懈努力与日爱生活创造出来的 本期节目就先到这儿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 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